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当初携手发表独立宣言一起赌上身家性命与英国老拼死作战的兄弟却在美国独立85年后犹如分外眼红的仇人大打出手 表面上看,这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内战是因为奴隶制的存废而导致 但事实上,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南北双方就已经是矛盾丛生 美国的前身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这13块殖民地各有各自的特色产业 大体而言,中南部由于拥有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大量欧洲贵族、大地主前来投资 因此属于典型的种植园经济,负责生产销往欧洲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 北部则不同,工商业较发达 北方移民多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思想开放,崇尚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对统治阶层,也就是南方的贵族、大地主,本就没有好感 在通讯手段不发达的年代,这种因经济文化差异,导致南北方在骨子里互看对方不顺眼 必然是矛盾重重,只不过西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矛盾的爆发 19世纪初,受天定命运论思潮的影响,美国人一路向西,将领土从大西洋扩张到了太平洋 扩张领土符合南北的共同利益,双方矛盾得以掩盖 可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 从1810年代开始,国会议员们总会因为一件事而争吵 那就是,在新领地上建立的州,到底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 如果是自由州,意味着会有两名反对奴隶制的议员进入参议院 反之,如果是蓄奴州,就会有两名支持奴隶制的议员进入参议院 南北双方为争夺话语权,闹得是不可开交 这里有个问题,资本主义也需要劳动力 为什么北方的企业主需要自由劳动力而不用奴隶呢? 在此,我们引入著名经济学家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的观点 根据福格尔的研究,在当时的情况下 实际上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比北方的自由经济更有效率 当然这个有效率是有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南北经济一体化 当时南方的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生产成本低 能够生产廉价的商品 北方虽然劳动力成本高,但科技创新能力强 而科技创新是北方自由经济 相对于南方奴隶制经济所独有的优势 比如蒸汽轮船,1809年在北方首先发明并投入商业运营 南方很快就吸收了这一科技成果 再比如铁路,1825年在北方首先投入商业运营 而南方在1828年就出现了铁路网 如果双方互不往来 那么南方虽然能生产大量廉价的商品 但这些商品没有市场,内部也无法消化 南方就玩不转 同时南方无法吸收北方的科技成果 南方的生产效率就无法提高 历史上欧洲中世纪的奴隶制 非洲的奴隶制都因其封闭的经济环境而低效 但在当时南方既可以向北方输出商品 同时也能吸收北方的科技创新成果 19世纪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纺织业成为第一波主力 无论是北方还是欧洲的纺织业 都需要大量的棉花原料 这就为南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同时南方大量吸收了北方的科技成果 如前文提到的蒸汽轮船和铁路 就是南方能以低廉的成本向外大量输出棉花 可以说在南北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 南方占了大便宜 但对于北方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随着工业的发展 北方生产的商品是越来越多 需要市场 自由劳动力能够产生市场 而奴隶连韭菜都不算 顶多算生产资料不产生市场 如果社会上都是被剥削到只剩下裤衩子的奴隶和少量奴隶主 消费需求就无法满足 没有消费生产的商品卖给谁 所以北方虽然是南方的市场 但南方却不是北方的市场 这一方面北方吃了大亏 另外立国之初 美国的工业还在起步阶段 资本远不如欧洲同行 因此美国要想发展工业 就必须实行贸易保护 提高进口产品的关税 以保护自己脆弱的工业基础 而南方则向欧洲大量出口粮食棉花等农作物 赚取了大量的贸易顺差 如果提高关税 欧洲国家也必然会对美国提高关税 如此一来 虽然北方的工商业能因此获利 但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却会遭到打击 并且搞贸易保护 还会导致南方的奴隶主和老百姓 只能买北方的国产货 如果国货物美价廉倒也罢了 关键是当时的北方产品价格没优势 质量还差 这严重影响了南方人的生产和生活 所以废奴和蓄奴并非简单的道德问题 而是两种经济体系的矛盾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 因此每当有新的州加入联邦 国会议员就会扯皮 在最初的时候 北方不占优势 经常对南方妥协 比如1820年 南北双方达成共识 除了现有州以外 今后在北纬36.5度线以北 不可以存在奴隶制 这就是所谓的密苏里妥协案 可南方在北方妥协后 并不满足多次试探北方的底线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1854年 随着肯值的人口日益增多 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要求建立新州 这两个地区在北纬36.5度线以北 理应以自由州加入联邦 但南方奴隶主凭借在政府和参议院中的优势宣布密苏里妥协案作废 为了堪萨斯到底是该废奴还是该序奴 南北议员在国会大打出手 经过一番兔抹星子护喷和拳脚相加后 国会决定把皮球提给老百姓 也就是让老百姓公投 哪边赢了就听哪边的 理论上这非常民主 但没人会料到这个决定筑成了一个大错 直到今天美国都没有户集制 老百姓从一个州迁徙到另一个州 完全自由 不需要上报登记 而这就意味着外地人可以跨区投票 反正也没人知道投票的选民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结果当堪萨斯州举行公投时 废奴主义者和叙奴主义者便争相前去抢地盘 很快两拨人都发现了问题 比如一个投票点 本来只有1500名注册选民 但却收到了超过6000张选票 美国人武德充沛 既然做加法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做减法吧 如果把对面的人都干掉 让对面没法投票 那不就赢了吗 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 废奴主义者和叙奴主义者打坐一团 数百人在冲突中遇害 其中不少是无辜的人 这一事件 史称流血的堪萨斯 南方出尔反尔 是不是意味着北方就是被动挨打的老实人呢 也不是 早在密苏里妥协案之后不久 一些废奴主义者便潜入南方解救黑奴 想以此直接瓦解南方的奴隶制 由此 废奴主义者还搞出了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地下铁路 所谓地下铁路并不是现在的地铁 而是黑奴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 由南方逃向北方自由州的一系列道路网络的统称 之所以称作铁路是因为当时正逢美国铁路大发展 废奴主义者们认为 这一系列道路的作用不亚于日行千里的铁路 据不完全统计在地下铁路兴盛时期 每年至少有上千名奴隶成功考到北方 前面说过奴隶的价格并不便宜 对于奴隶主来说 废奴主义者救走黑奴 这属于盗窃巨额财产简直是无法无天 后来在南方的压力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逃亡奴隶法 这是一部典型的恶法 根据条文规定 南方的白人只要宣一个事 就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一个黑人是他逃走的奴隶 并且北方的政府机构必须配合南方追捕奴隶 在此之前 看不惯蓄奴制的北方废奴主义者 会自发的庇护逃出来的奴隶们 帮他们逃脱抓捕 这部恶法一出 不愿意惹事的北方城市 只得出台地方性政策 不许为外来的黑人提供庇护 而南方的奴隶猎人 则开始肆无忌惮的在北方抓捕黑人 此等恶法也能颁布 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愤怒了 既然法律途径行不通 那就动武吧 1859年10月16日 为了唤起各蓄奴州的奴隶起义 一个叫约翰布朗的废奴主义者 率领22个白人和黑人组成的队伍 在弗吉尼亚州发动起义 虽然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 但却影响了历史走势 大大加速了美国内战的进程 约翰布朗死后 南方奴隶主指责他是暴徒 被绞死属于罪有应得 而北方废奴主义者 则把布朗推上了神坛 一个白人为了解救黑人 牺牲自己 这简直就是洗清 美国奴隶制原罪的当代耶稣 很多人被感动了 由此可见 约翰布朗的起义 让本就出现裂痕的南北双方 再也无法愈合 1860年 林肯当选美国新总统 林肯上任前 为保护北方工业 国会通过新的关税法案 计划将美国的平均关税 调高到37.5% 如果这项法案执行 南方在欧洲的棉花贸易 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为了抵制关税法案 南卡罗来纳州 率先宣布退出联邦 随后又有六个州跟随 1861年2月 脱离联邦的七个州 成立美利坚联盟国 杰弗逊 戴维斯 被提名为首任总统 实际上 南方各州脱离联邦 是有法可疑的 当时的宪法 并没有规定 各州不许脱离联邦 弗吉尼亚甚至在入火前 就有言在先 一旦本州人民认为 联邦政策对本州不利 就有权利选择离开美国 这也是后来 罗伯特·李选择 效力南方最重要的原因 但林肯无法接受 这种分裂国家的行为 他在就职典礼上说 没有必要流血或暴力 除非为了国家主权 不得不这样 同时他还宣称 南方脱离联邦 在法律上无效 这意思很明白 关税我掌定了 你们要是想闹 我奉陪到底 林肯的这一态度 也成为了南北分裂 最后的导火索 其实说到底 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 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 从来就不是单纯的 废奴与蓄奴之争 而是从阶级 宗教文化 再到体制 经济等各方面的矛盾 最后集中在了 奴隶制与关税上 常理而言 挑事的一方 往往实力更强 但南北战争前的美国 无论是经济 人口 还是产业结构 南方都远不如北方 经济方面 北方有发达的工业 年产值15亿美元 拥有130万工人 22000英里的铁路网 和丰富的粮食 而南方工业薄弱 所有州的工业产值相加 还不到纽约市的四分之一 人口方面 北方23个州 有2234万人口 南方七个州 只有910万人 其中400万人 还是黑奴 很难想象 这几百万黑奴 会为了保护奴隶制 而支持南方 如果爆发战争 可以说 这将是一场 不对称的战争 但这场战争 南方也并非毫无胜算 其最大的底气 就是军力 第二次独立战争后 北军几十年没打过仗 承平日久 士兵极度缺乏训练 很多将领 只有欺负印第安土著的经验 并不知道何为近代战争 相比之下 以民兵为主的南军 由于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 士兵枪法非常好 军官也大多参加过美墨战争 素质和战争经验 远强于北军 并且南军又是保卫家园 种植城城 士气非常高昂 更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 同时南方的目的只是脱离北方 并不一定要彻底战胜北方 只要逼迫北方达成妥协即可 对于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林肯非常清楚 所以当南方反映最激烈的七个州 成立美利坚联盟国后 林肯并没有立刻动武 而是一面强调自己无意废除奴隶制 呼吁对话解决问题 一面争调北方各州的民兵 同时希望弗吉尼亚等八个 还在观望的旭奴州不要独立 1961年4月12日就在八个旭奴州 还在观望时 南军炮击北军驻守的萨姆特堡 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 而随着萨姆特堡枪声的响起 美国南北战争也正式开打 是